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取甲跟乙兩種化物 分別在足量的氧氣中燃燒 燃燒的反應是,甲是這個,乙是這個 那關於甲乙兩種化物的比較與說明的話 下列何則正確? 我們看看A選項 他說甲的分子量大於乙的分子量 那我們就算算看 這個的話 因為這個的話,這邊都一樣 所以你只要算這邊 這邊的總分子量的話 如果比較大的話 代表這個就比較大 那這個我們把它看一下 這裡有兩個二氧化碳 三個水 兩個二氧化碳,兩個水 所以這比較輕 這比較重,比較大 所以甲的分子量的話一定是大乙 甲的話分子量會大乙 所以他說,甲的分子量大乙 可能是A 然後也有可能是B 後面那句話是說 且甲可能為存類 我們看看甲可不可能是存類 首先這裡只有氧 但這裡有碳 氫跟氧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氧的話 它裡面會不會有氧 這裡有六個氧 這裡四個 這裡多少?七個 這裡七個氧,但是這裡只有六個氧 所以這裡一定有一個氧 然後這裡有氫 這裡沒有氫,所以這一定有氫 這裡有碳,所以一定有碳 碳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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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可能 然後呢 然後呢 可不可能是碳氫氧化物 我們來看 這裡有四個 五個六個 六個氧 這裡剛好六個氧 所以這個是碳氫化物 這是碳氫化物 碳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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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不可能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就是說甲可能是存類,這個是對的 然後B的話,它說甲分子大乙,且甲可能是聽類 甲不可能是聽類 因為聽類它沒有用,所以B是錯的 底下兩個我們也把它檢討一下 底下兩個的話,它說乙的分子量大於甲,這是錯的 但是後面的話,我們看看 C的話,它說乙可能是存類 乙的話,不會是存類 乙的話,它一定是聽類 所以呢,那個C後面那句話也是錯的 D的話,後面那句話是對的 但是前面那句話是錯的 所以呢,這個C跟D的話,都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也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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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